哇~~~ 好爽喔 各位觀眾朋友,請到來自小型自動車 金爸爸,手環打開來0秒開機台 好,哇 耶~~~ 耶 芒果要求我要開心一點 這樣夠開心嗎 開心 買車了 Yes 夠開心嗎 開心可以 開心夠喔 可以 好 歡迎收看 待在這兒 我今天沒有要老舍了好不好 大家就等了 我今天沒有 此時此刻沒有 但不在北後沒有好不好 現在才剛開始嘛 等我跟他 培養一下感情之後 搞不好 整台車用完之後 我再起一段Bus好不好 OK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車子吧 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我想要怎麼用 那其實我一開始原本 有點在怕 拍這台車的影片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這是2001年的車嘛 我1998年出生的 所以這車其實不是 我那個年代的東西 所以 我其實是 不了解它的 所以我純粹是因為 它的外觀 跟我之前開過IS200 然後覺得它的底盤表現很好 所以我覺得 3000cc的應該會更好 我就單純就這兩點 我才買這台車 那大家都說什麼 2J力什麼東西 其實我真的不懂啊 我也不怕大家笑我真的不懂 我上一部 去打官那個小小的Vlog啊 又被分享到IS的社團 所以被分享上去 然後我看到它在上面 剛好壓力就更大了 我很怕 會不會有人覺得說 一個2J力給一個年輕小伙子開 然後有點浪費 畢竟我不懂嘛 大家一想 2J力都會想到SUPER 但是SUPER它是2J力-GTE 這個引擎是2J力-GTE 它撕出頭門 其實相容性也是很高的 那我覺得板上啊 版主它覺得IS300是一個很均衡的車 其實不需要再去改動力什麼的 我自己也是這麼覺得啦 所以底下網友很多留言說 我想看2J力怎麼改 怎麼改 但我跟大家說 我不會動動力這方面 就是我就讓它的位置這樣 最大馬力200 15匹 最大扭力23.9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OK 就夠用了 那IS200它是155匹 19.9 聽起來是不是 其實也還行對不對 但是就是我自己實開起來 我會覺得那個動力 跟它的四速的變速箱搭配起來 就是沒有那麼順暢 我自己覺得啦 但是其實那個車 平常日常代步也夠用了 那時候我們有兩台IS200 其實我那時候還不知道 有IS300這個車 只是這台車出現之後我才知道的 你們如果回去看 你要賣多少的影片 老闆還問我說 凸這支是什麼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凸這支 喔 牛魔王 就這樣 所以我真的不懂 我比較著重會在外觀的部分 你會想改一些什麼 你也知道我應該 是屬於燒包的人吧 燒燒 燒貨 你不覺得銀色的IS 在路上很常見嗎 因為我在IG滑滑滑 我一直很羨慕那種 國外有沒有 他們都會改那種 很鮮豔的顏色 但是我覺得台灣人太保守了 你知道嗎 我先講一下 這次這個企劃 我想要讓觀眾一起參與 喔 怎麼說 就是有一個互動感 就是比如說 我心中 我在這台車我想要用什麼顏色 第一個 橘色 藍綠色 綠色 紫色 紅色 大概就五種顏色 我自己喜歡的顏色 幹 這五種都超騷的耶 喔 我就挑隊啊 因為我覺得在路上 就是 你很少在台灣看過IS 是那種顏色的吧 很少 不光IS啊 其他車也很少啦 你看像Kiss的橘色 但大家也很少在買橘色啊 那Skoda的綠色 綠色也很漂亮啊 但是大家很少在買綠色啊 對不對 所以既然都要用了 我就用一個特別顏色吧 加上我個人的喜好 所以我想說就是舉辦一個 可能在YT的社群 比如說我就把我剛剛那幾個顏色 拉出來 做五個選項 然後上片的同時呢 那個貼文也會上傳 再請你們幫我們投票 看你們覺得哪個顏色好 最高票的那個 我就會去考那個顏色 那我有跟小石跟泰森 剛好昨天晚上有討論一下 他們原本是叫我不要投票啊 因為他們很擔心說我花了錢 然後結果車子最後出來 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樣子 但是我是覺得說 我開出像剛剛那五種顏色好了 那五種顏色是基於在我的標準下 去給觀眾去票選的 所以基本上那些東西 都是我喜歡的東西 加上我是雙魚座 我有選擇障礙 所以這樣也省去了我的煩惱 雙魚 你們幫我決定就好了 我也不用思考 這樣你們也有參與感 原本大包我也是想要讓各位來投票 但是因為我後來發現 IS300它有投燈清潔器 所以我原本有查了很多大包什麼的 有C-West 然後有什麼 TRD的大包 H-Case的大包 然後我看了之後 然後我看到那個大燈清潔器 然後我們那天有測試嘛 是好的嘛 換上那個大包 就要把這個東西淹掉 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為了一隻寶桿把它淹掉 我覺得就很奇怪啊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那不投票 因為我就弄個下巴就好 測選尾翼就這樣 那大燈的部分 我應該是不會換啦 因為它原本就是配HID的 所以就沒什麼好換的 大家都說車就是什麼 白改降危險 對 但是因為我覺得啦 達官那邊的那個地下室的斜坡啊 其實蠻斜的 又加上如果我要裝下巴的話 因為降車身 我跟你講百分之百一定會摸到 要不然就是 我要這樣子上去 對我覺得那會影響到我的日常生活了 所以我就不會去改避震啦 就算之後去給小層檢查 出來避震有漏油還是什麼的 就是如果要換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以原廠的為主啊 因為我主要以外觀嘛 那輪框 現在是原廠是配17吋的 我應該會再加大一吋 18吋 然後再加上下巴的關係 所以它可能視覺上會有一個比較 降低的感覺 降低跟輪框放大的效果 我的概念是這樣 我主要不要在意的是外觀 屁股的部分 我剛有說我會再加一個下巴嘛 就讓它看起來更低一點 然後 我知道這個 透明的這種尾燈很經典嘛 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上紅下白的 LED尾燈 金鑽的那種 所以我到時候這兩個我應該會換掉 那我原本是在想說這台車 我想要自己多參與它的東西啦 尾燈我可能會自己換 我嘗試試看好不好 那不然因為正常你就送去烤漆場 然後新的燈順便一起拿去 一起把你裝就好啦 但是就是自己的車 我總是想要自己也弄一點 其實我原本連烤漆我都想自己噴 因為我其實我本來就對那個烤漆 我覺得我有點興趣 我原本是跟他們說還是那我去學 我自己的車我來噴 也不用說全部都我噴 但是是我可以幫忙噴一點 我就邊學這樣吧 但是老闆說那個要學很久沒那麼快 所以這應該沒辦法了 那烤漆就還是給烤漆場做吧 接下來講尾翼 這個原廠的它有一個小壓尾 但是有點保守 所以我應該再換一個厚一點的壓尾 基本上外觀就是這樣啦 就簡單加個下巴就好了啦 保持它原油的風味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運動感 不要破壞它原本的味道 這台車我先講一下 整個企劃大概的走向好了好不好 今天這一集主要是拍 好我剛講了我要用什麼 然後我剛也講了那五種顏色 然後之後再請大家投票 那今天就這樣簡單的試車就一集 第二集就是去巨哥那邊檢查 聽起來看那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來維修 我在猜啦 第二集出來應該會跟烤漆放同一片 所以你們看到第二集的時候 應該烤漆烤完了 那那個時候我就會請大家幫我挑選 輪框的樣式 輪框也要大家一起挑 對啊大家來幫忙挑嘛 第二集大概就是這樣 那第三集可能就是換輪圈 換輪圈可能然後再加一點 清洗的東西啊 然後再加一點 我換這個燈的東西啊 這樣就是差不多第三集 第四集就是因為東西都整備好了 車也整修好了 就可能請小思他比較專業吧 請他來試試看 說車來車看起來怎麼樣 因為這台車我們沒有拍推車嘛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說 IS200跟IS300 他就是長一樣的東西 雖然說他開起來很不一樣 但是可以介紹的東西就比較少 那最後一集請小思來試個車 也是算一個驗收這樣 那我想一下他要講什麼 內裝 哦對內裝好 好我們先看內裝好了 內裝的部分可能就是清潔嘛 然後加上這個皮椅 有點使用的 很飢餓 然後再看一下要怎麼用吧 然後方向盤的話 你看因為他都已經滑滑了 然後我自己開我覺得可以再粗一點 所以方向盤可能會用 而且我們的好朋友 OG OG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在我去上達官的那一片 的那一天晚上 他就密武跟我說 在懂 你的方向盤可以來用哦 整理整理好愛用 所以 OG方向盤 讚讚讚 讚讚讚 那 其他就 維持 現狀 我有一個東西很想換 什麼東西 這個 水箱護照 我好想換阿提拉的水箱護照 你知道阿提拉 在日本叫阿提拉 日本它不是Lessus 它是Toyota阿提拉 然後它那個水箱護照 鍍鉻 然後中間有一個 阿提拉專屬的Logo 我覺得 帥 帥 超帥 你知道阿提拉 它不是日文嗎 它也不是英文 哪一國的 它是義大利文 至高不上的意思 好啦 分 大家都說 什麼上渦輪啊 什麼東西的 我也沒有要上 我就是 就是這樣 維持原廠就好 就去開看看吧 Giantly 空爸感應是高壓清洗機 社後護理是渣男 負責到底是暖男 空爸買了不怕做一算盤 貓 你知道後來我今天要找你出來嗎 我知道它那麼明顯 不是你買新車啊 我們要開箱嗎 不是 是因為你把我在S55裡面講的話剪掉了 哦 我剪掉什麼 我上次有沒有說為什麼我會跳S55 哦 有啊有啊 我那時候是不是有說 就是因為我開了IS200的後驅之後 我就從此愛上後驅開起來的感覺 你是不是把那段剪掉了 我把他剪掉了 所以我現在在把你拉出來 這是他的測試不能剪 好的 我幫你留著 這是促使我會想要買300的原因好不好 因為250 為什麼250 才250咧 幹 反正我之前有開過IS200去 跑一下男生路 然後我就覺得 地盤很不錯 應該說極限滿大的 我覺得動力感覺就是弱弱的 就是爬坡沒有那麼順啦 IS200賣比較好 IS300 數量比較少 所以小事務所那時候 在你要賣多少的時候 一直說這個車不能賣這種 這個車不能賣 他竟然那麼捨不得 那不如就我來買 自家人接手 這樣他就不會捨不得了吧 還是他其實心情人捨不得不敢跟我講 不會啊 但他每天都可以看到這台車 在場內跑來跑去的 所以我主要想要買的原因 其實我在小時候 有玩過一款那個賽車遊戲 極速快感你有聽過嗎 然後有一篇是 極速快感全民公敵黑名單篇 然後我那時候 遊戲裡面買的第一台車就是 IS300 所以我從那時候就滿喜歡 這車的外型的 因為小時候我不懂 我就知道這台車樣子長這樣 但我不知道型號是什麼 我只知道它是IS 但我不知道IS還有分 IS200 IS300 IS還有五門的 然後日本還有RS200 反正我就從那時候開始喜歡IS了 不然其實我都喜歡五門的車 對四門的車我很少 外型我會喜歡的 好 上次那個網友有提到 說看我影片說方向盤很抖對不對 那你說來摸 沒有我們現在是靜止不動抖 然後我現在在低檔 然後我現在換檔 沒有 是完全沒有的 上次應該是 GoPro在抖吧 我在猜應該是 因為那天剛好安坑那邊 路在施工 坑坑洞洞的 然後再加上GoPro抖 所以你會覺得方向盤都在抖 其實沒有 它完全沒有抖 它其實很平靜對不對 很平靜 你光坐著 你這樣坐著你也感受不到車在抖 其實那天我自己有試一下 稍微試一下引擎就好 就是每個檔位入路 就是我覺得 都還蠻平穩的 其實我看影片的時候 我也覺得 準備有點抖對不對 可是我在剪的時候沒發現 可是我太高興了 只是大家講我才發現 其實算是蠻安靜的一台車 對 我上次有說它隔音很好 我後來發現啊 因為我回來的路程我沒拍嘛 我後來發現 它輪胎很長 哦 因為它這個 這個輪胎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 2016年的胎 對 它輪噪聲很大 等一下如果那個 我們的道路 可以行駛一下 順暢的時候 你可以聽一下 但是 我現在把冷氣管小聲一點 你有沒有覺得 你聽不到外面的聲音 雖然說現在是塞車沒有錯 我們等一台車 從對向過來 這很安靜耶 對不對 其實隔音事實上還不錯 很好 我覺得很棒耶 不輸現在的車的隔音耶 我覺得算是還有贏哦 現在的車還不一定太安靜哦 所以這讓我很優惠一點 就是 它這麼安靜 我到底會不會改排氣管 我好喜歡它這種安靜的感覺 排氣管就是 哦 自己聽得很爽 但是 坐的人可能 會覺得有點吵 因為上次我自己一個人不準嘛 所以我今天順便找你 不然 我覺得我是有點消洽啦 不會覺得它什麼都好的 什麼都好的 不然我們現在 你窗戶拉下來一點點看看 你看 關起來囉 哇 幹 有差這麼多嗎 哎呦 我嚇到耶 很安靜很安靜 真的很安靜 對啊也差太多了吧 所以我說我還是猶豫要不要改排氣管 這之後讓我想一下 那魯排氣管改罰門就好了 哎 要錢啊 哈哈哈哈 哎 現在這個車是我自己要 我自己要的耶 不是不是那種愛車大奶罩耶 愛車大奶罩可以 無限上缸的花老闆的錢耶 這個不行耶 所以目前我應該是不會去改排氣管 我覺得還是先讓它保持安靜的 真的耶 我覺得這個車的內裝 唯一失敗的就是這個木紋士版 對啊 那你摸上面那個 那個不知道是幾匹 還是什麼什麼匹的 好危險 就是很有戰鬥氣息 然後你下面給我配一個木紋士版 我實在是覺得不搭 然後我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它這個儀錶板 很帥對不對 三環 然後有點像 手錶的設計對不對 對這好像手錶 然後它亮起來是焗光嘛 但是我覺得它可能久了 所以那個焗光有點暗掉了 然後我在想 我想試試看自己 拆下來換成有VD燈泡 因為我看網路上的影片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這邊那個鑰匙孔的燈也可以換 但我不知道 不做不做得到 光要拆這個可能我就 滿頭大汗的 我可能需要有一個軍師在旁邊 我知道焗光很經典 但是我覺得白光更帥 但是你這邊換白光之後 這邊還是焗光 但是這個也可以換 這邊這個這個 這些AC按鈕燈 但是這個 我看影片看起來就複雜了許多 所以我就不知道了 再考慮吧 燈是焗燈真的很經典 我上次有發現洞 有 我有看 很帥 發現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然後 IS200的椅子啊 它其實是兩種材質 就是皮熱加這個 我反而比較喜歡那個座椅 可是它會熱耶 但是比較有 戰鬥氣息啊 這個就比較有點偏 一般的 就是房車在用 然後兩邊都電動椅啊 我上來的時候有問你對不對 對啊 這個很高級喔 因為一般 附加都是 受動的 我最喜歡還有這個 小時候我第一次看到IS200的這個的時候 我以為這個是不改的 結果沒有這個是原廠 原廠的 這個超帥 然後這邊這個音響啊 我覺得 我會改個螢幕吧 因為我開車喜歡聽音樂 我就是老闆說的那種 就是上車要設定一堆東西的 導航啊 藍牙 特速的什麼東西 要開開開開開什麼都設定好 然後要走 特速啊 我也是 就是我會看我那天心情 我要去聽什麼歌 所以我覺得我 很需要一個 可以連藍牙的東西 不用說什麼 Echo CarPlay 那個我覺得我用不到 因為我用Google Map 用習慣 用手機就好 但是我覺得藍牙音響應該 對我來說蠻需要的 有時候我難過的時候 我就放一些難過的歌 那你不會更難過嗎 我就是讓自己難過 我就抒發心情 我就邊哭邊開車啊 真的我就是這樣 開到目的地了 我心情也抒發完了 啊我高興的時候 我就聽一點 嗨一點的音樂 他就在車上自己唱歌啊 這樣 再加上一個 我就想要裝後鏡頭了 哦倒車顯影 對因為本人的開車技術 沒有說特別厲害 嗯 我覺得我還是需要一些 科技來輔助我 因為畢竟 它就只有倒車雷達而已嘛 對 哦我剛剛講IS200是 四速自排嘛 所以它就自排而已 然後IS300是五速 手自排 所以它這邊有換檔的 但它真的換檔很特別 它 欸兩邊都是這樣 它前面兩邊都是DOWN 然後後面才是 它是這樣按的 你要先撥到M 才來換檔 才來換 DOWN 3 DOWN 2 然後升 3 4 5 最高就5了 然後在台車我沒記錯應該是4顆吧 4顆去哪 這邊1顆 你那邊1顆 哦這邊1顆 下面這邊1顆 這邊1顆 這邊1顆 4顆 然後我記得好像03年小改款 才有到6顆 我沒記錯的話 哦 然後上次不是說發美嗎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停在室內停車場 因為我停在室內停車場 然後你說因為我停在靠邊嘛 你說雨會打進來對不對 這幾天我就沒有停停車場 我這台都停我們幫忙是門狗 啊這幾天台北市也有下雨 哦我觀察起來是沒有漏水情形的 因為有有些車友 我在社團看到好像天窗的焦條 時間到的話很容易變質 然後變質的話就會漏水 所以發美到底從哪裡出來的 我真的不想到 而且那個發美很誇張耶 最誇張的是我覺得 你那時候拍這邊的時候 哇靠那個超厚的 我傻眼 那你有沒有覺得我很屌 一屁股都坐進去了 沒有在猶豫的 我為了發動它我什麼都可以 我知道車子會發霉 但我不知道可以發霉成這樣 真的我真的沒想過 好我們可以踩一下 水 水啦 你看它的引擎聲跟速度其實是 整正比的 如果是IS200的話 它就是引擎很大車 但是就是沒有力 然後我來用 手指牌 手指牌 剛剛那個加速還OK 你覺得 不錯哦 我覺得有點興奮耶 這樣就興奮 這樣你就高潮了 不會敏感的 你知道怎麼什麼社團 一見面就會高潮嗎 爆料公社 不是 是見到社 為什麼 因為一見到就射 一見到就射很像 哦你來拍一下 你來拍一下 你看這儀表板 它就是有點 已經 暗掉了有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 我是覺得還OK啦 我就是覺得可以再亮一點 其實我上禮拜 自己還有開 開這台 我搬一點東西去 搭關 然後我就自己跑去洗車 因為它真的停到那邊太久了 就上面都揮一整話說 衝又衝好了 我突然想到一個洗車的笑話 你知道賓士車 要用什麼東西去洗嗎 不知道耶 泡泡 要用洗面爐 那是什麼 你的洗面爐 好好笑嗎 不知道啊 你覺得好笑就笑啊 不好笑就剪掉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會不會有一種 迎接新生活的興奮感 我很興奮啊 看不出來嗎 看不太出來 我是一個不太會表達情緒的人 其實我很興奮 如果是我會 哇很開心耶 而且突然間多了兩個新東西 對真的 而且是車是房 真的覺得 就是突然人生變得很美好 你等一下感受一下 避震自己的感覺好不好 我先不管它好或壞啊 你自己坐起來你覺得舒服嗎 我覺得很舒服耶 然後我先試 它的自排模式開山路 哦 機械很高耶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這樣你知道為什麼 我愛這台車的原因了吧 哦 幹 我剛以為它會叫耶 而且你要想哦 我們的輪胎是 16年的哦 WTF 有有叫了 後面有叫了 然後後輪驅動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都是屁股在推著你動 有 有沒有有一點 當初拍S25的 S25有 有但是沒有S25那麼暴力啦 而且你看其實 引擎聲音是好聽的 有沒有 哦有了哦 而且你說側起其實有 但是它不會讓你有不安全感 對 然後你又覺得屁股有帶一點 有帶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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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刺激 所以為什麼我會喜歡就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它的底盤 你看這是原廠的底盤哦 原廠的底盤就這麼好了 噢 我要爪 我要爪 噢 你有沒有覺得它很靈活 噢 好爽哦 我不是因為現在有在弱舞才這樣講 然後你過這個 也不會不舒服 你看山路應付得了 不會短短短短 然後 地面的起伏也 OK舒服 雖然說它有側傾 但是 它不會讓你有不安全感 然後後驅車就是 山路就是比較靈活 比較不會有推頭的現象 過彎就會變得比較流利一點 不舒暢是S255耶 應該是說因為它的外型 不會讓你覺得它 是一個 這樣子的車 嗯 你可能會覺得它表現 可能就是普普普那樣 所以我第一次開到S200的時候 我 驚豔到就是這一點 我心裡想說 哇靠這個車 怎麼跟我想像有差這麼多 所以我就 從此愛上 S了 就是這樣 剛剛應該有聽到 那種 嘰嘰聲 不是嘰嘰聲啦 芒果的那個 融性的吶喊聲 你一直叫我我都沒叫 我真的 坐在副駕裡 然後超刺激耶 所以 那你覺得這車怎麼樣 我覺得很爽很讚啊 要爽的時候也有爽 要舒適也很舒適啊 平常在市區好像 也OK 偶爾想要熱血跑山路 也夠用 但是說我們現在說什麼也不準 因為底盤狀況到底怎麼樣 我們還是不懂 搞不好底盤問題很多啊 我們現在這邊講得那麼高興 然後巨哥 一檢查全部啪啪啪的 把我們的臉搭中 我們還是要給專業的看一下 沒關係我就等 我就等巨哥來打電話 應該是不會啦 我覺得啦 你覺得沒什麼意中嗎 對啊 就是 你就感覺好像車況就很好 就是這樣 它只是說內裝就是 髒髒的 然後外觀有小擦傷這樣 如果沒有像我那麼 追求外觀的話 不然其實 其實這樣 開去已經很好了耶 我是 比較注重外表啦 我想要展現一點 個人風格 但是礙於那個頭燈清洗器啊 我真的不想淹掉那個東西啊 當然有人會說可能 你把新的保險桿去挖洞啊 它那個是不是可以沿用 可是我會覺得 就不是原本的東西了 因為它還是會有弧度的問題啊 那我覺得它跟原廠這支保險桿 最密合的狀況下 我就不會想要再去動那個 原廠的那個保險桿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才是最符合它的東西 整個外觀我會希望它就是素素的這樣 我不會再用鍍蓋了 拜託 鍍蓋那個是為了搭配那個輪框 我再解釋一次嗎 不要剪掉好了 你再解釋一次啊 我用鍍蓋是為了配那個輪框好不好 那個輪框它不是純黑色 它也不是純銀色 它是雙色切削的 所以鍍蓋是為了搭配那個輪框 我才會去用那些東西 不是你特別愛鍍蓋 對不是我特別愛鍍蓋 那這台車我希望它外觀是素素的 就是單一顏色就好 那就差不多這樣啦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台車預計想要怎麼用 跟預計想要怎麼拍 比較放鬆的內容 比較像純聊天沒有說太多梗 對 或是講太多笑話之類的 今天這樣應該 OK吧 應該算很輕鬆吧 我只有大概昨天晚上 不是昨天晚上 就是這一陣子我大概在社團 收集一下資料而已 我也沒有算收集 因為IS那個版主是罵得很愛發文 所以我每天都會看到不一樣的文 我就看 我就看大家改車改什麼 改怎麼樣改怎麼樣 我維持現狀就好了 因為那個改裝起來那個花費很驚人 而且我在意的點是外觀 跟IS200的美麗 對我來說已經解決了 我就日常用 那這樣就夠了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這種比較日常一點的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還沒訂閱關注的朋友 幫我們按一下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追蹤老師與小喬的頻道 然後還有小師騎車的IG 對就這樣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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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氣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芒果你知道有個東西啊 一長長的 然後放到嘴巴 它會產生白色的泡沫 你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秋葵 常常都放狀物喔 然後 香蕉 放進去喔 然後放到嘴巴就會有白色的泡泡喔 山藥 肉棒 蟹肉棒 這是 是什麼 壓刷 哦 下次見 掰掰 下次見 掰掰 哈哈哈